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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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幫助有關係的檢驗給供隊 是嗎,是嗎 遇到電話題 請示牌 同樣的片叫 現在施設請幫助 有14個人天itol時間 掌聲Um mismo 主持製判 住職的各位,大家好 香港防止斷決任期劍中 近30萬�州公公申請 更預言多過 所以政府公念要給 一定會先考慮減航空重操 近年不同團體都提倡 訪問的事物棕地 而且根據政府文件 面提中的棕地 一般只貴於新加鄉郊地區的農地 特別是相對平坦和舊二度大的地區 很多人身免有電力 到達等最基本的培館 土地供應穿扎少許的資料指出 現時香港並有近1300公里的棕地 當中約四成 用作儲物、回收等用途 其餘六成在臨時 凱准莫為規的貨櫃上 限制土地及坊地 政府一組以上發展棕地 其後要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提出 釋放棕地以舒緩房屋需求 並是側地優先考慮 即是自首選考慮為採取的方法 但要一個城市依賴單單一種的 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 並合理也不可行 在辯論正辯題之前 再作為須要知道 棕地發展屬於市區規劃過程 因此 因爲辯題討論的 不知是否地建屋應付房需求 更加討論如何有效地使用土地資源 而辯題成立與否 就取決於到底棕地是否一個行為 地想的工地方案 以及棕地優先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的 長遠土地政策 因爲我方贊成面題主要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棕地是理想的工地方法 必須被優先使用 現時全港1300公頃的棕地當中 小汁類股東有50公頃 大汁類洪水橋約超過300公頃 發展彈性多 潮力大 立法庫文件就示出 位於洪水橋和元朗南的棕地 可以提供約129公頃的可發展土地 我公頃近8萬7千個拆責單位 而且不少工地所採位置 有一定的交通機器的結構 例如位於元朗南的馮一鄉 距離元朗西結站僅7分鐘車程 屯門和洪水橋之間的棕地 更是連駐青山公路的原因 而現時被擁有工業工場 復修場等的棕地 甚至有水面供應 才不用右手發展 另一方面 棕地並不坐落苦肉區 沒有生態問題需要考慮 可見棕地已經具備不少 適合發展的條件 第二 地盡其用 達至何時重發展 土地及城市規劃 並滿足目前的需求 更加要有長遠的考慮 因此不及到城市的持續發展 先進入及規劃很現有的土地資源 再開闢創造新的土地 之符合地盡其用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現時香港的棕地用途 大多和周圍環境不相估 而有不少棕地被荒廢 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做過規劃配套 才導致平民有多達1,300公斤的可用地沒有被善用 因此一先發展棕地解決房屋傷口 正正能夠著用香港現存的土地資源 連綠色和平都指出 政府應該先發展棕地 對不平方法 開闊不可逆轉的土地資源 最後我想問下有方同學 如果中理優先並不可取 為何政府和民間不斷都一直提出 更支持中理優先來解決房屋公義 多謝各位 政方處理大臣事業衛生 事業單位的消息 亦需要訪分 現在請反方處理大臣事業單位的資格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躲置人工靈活 房屋下越來越貴 上樓的時間 由政府原本成樓的3年 到現在5年都未上樓 而是說無奈被迫住通訪 今日可能香港的訪問是 這個理學生不好了 我想再次同學問到這次數 所以今天的變態真問得好 因爲不是我們應該做哪一項 我們問哪一項音先做 是次序上面的比較 而且變態又沒有提早這則經論 是提醒我們作為議論員 其實是不需要自我試探 應該更加適合那樣的討論 但可惜的是 今天友方一開始知道我們編題的時候 就犯了錯誤 就是剛剛有多所說的中地的範圍 好像航水圖這些地方 也一早已經立入了這個土地發展的範圍 所以不是我們今天編題所討論的範圍之外 而今天我同意立著 其實是跟土地專輯是要做的一致 因為土地演繹不是最重要的考慮 而最重要的考慮是就受平快 所以今天有關的政策 政策出它的變形 就不可能像剛才那樣 就是講中地有多好 其實必須要解釋 為甚麼可以選擇發展中地 哪個中地是可以快過方家所討論的其他方案 總說過去的經驗 工程要快要過四關 民意關、議權關、承規會關、工程難關 而政府所支持的中地阻力太大 在工人的方案慢慢應該優勢發展 先講回業權這一關 中地的業權超級分散 成千個業權 部分地主仍是開外注冊公司 要順利收利由談判 而相反 新界的農地集中在幾個都發展手的手中 談判的對象清晰、高頭長 只要政府有缺收 當然可以在2020年收回業權這一關中地書 收地之後要推幻的 根據性規會規定要考慮基建負用力 交通不準的這些問題 柳方跟我剛剛提及的事先 其實已經一種立在法院的法案之中 其實已經不可以再看出來作為他們的理據 其實如果他的訊息都認不出 分分鐘交通會做一輪不動 分分鐘問題不算是翻版的 再講 新界中地附近多樣沒有輸入 或者新界的景區長期會 即是整規會的編審批 相反高頭長和新界農地 一大堆一大堆這樣 規劃得來比較多 規劃這一關中地有輸 就算他讀規劃 就算通過規劃和重複 或是入園 立法國民主就指出 有很多是棕地 是會被人非法前前用 就會嚴重污染 要動工才要收復 工程上到一定會被丹 而且都好像新界農地一樣 可以馬上動工 所以工程難關中地有輸 最後民地一關 沒錯 諮詢其關 這個中地的關 就因為池泥最少 大家不要忘記 不想有一種風土病 要不在那家頭卷症頭盤 不關自己的事 就是中地好 都真的見到工程車開的附近 可能又不看法 所以民地一關 中地都不一定會有優勢 所以 中地發展 其實不一定比我們 大便和其他選項更好 所以如果我們把眼光 看完一些 其實有一個額外的選擇 可以完成這個中地 就是優先發展 政府的限制工地 根據本土原油審的報告 本港有多達532幅的限制工地 很多都是太小的 給不到樓 但某方反覆地翻查 找到港口風的水口 和馬鞍山 徐永華 都會有繁殖的官地 可以起單棟樓 馬華地秘家 有一塊八公斤的官地 便是等於一條蘇村 未從建前蘇村有十六座 住到全路三萬多人 連同之前那兩塊地圖 可以容納四萬人 而且全部都輪近住宅區 發展難度 所以無論在這裏 什麼方面去看 都被終地 正就收更快的工 更加優勢雜誌 如果有封 如果請證明 為何慢慢收入 以及不清 即使用平靜自然 就是現在的終地 可以發展過 因爲和法上的工地 謝謝各位 那些事實上 是否有可能 是否有可能 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公義環節 開始成功 整方自由派出位 便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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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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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到的時候 那為甚麼可以優先發展這個中頂 但是有成千個言權都沒有聽 為甚麼要快點收班呢 今天有成千個言權是未談的 不是談不動而是未談的 有個同學 再慢多次為甚麼不優先發展中頂 因為有很多事情要談 你成千個言權都沒有聽過 之前那個工不發展 你要談就談了八點之心 那你現在這個中頂可以聽多久呢 今天其實我們看到中頂沒有錯 就是有些難收的地方 但是那方的方法不是要收拾全部的棕地 那方法是收局部的棕地 我們會選擇一些易收的地方 就像新界居發展前平區附近的棕地 那這些易收的方法就會選擇 為甚麼不優先發展中頂 請問如果是你選擇理論 為甚麼是易收的呢 那方法就說到易收 我們林鄭為甚麼易收 其實林鄭一樣是沒有林鄭 它難收的地方就是 在於它談了很久 但是其實今天我看到的 就談了很久 是因為政府選擇一些比較大塊 比較難收的地方 但是現在我方法所說的土地 是政府這個面子不用談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做 更加要有什麼在這個房屋 在這個情況下 沒錯啦 我方法是沒有說 各自裁所有方法 我方法是支持和鼓勵 但是有效的土地方法是並行的這個進行 但是為甚麼 終極是符合了有方法的進行 又快又快走走 為甚麼不優先發展 政府是封建和政府的操縱 所以我們請回到這個方法 不可以看出的樓梯 不可以看出的樓梯 不可以自由視乎 不可以自由視乎 不可以現在就把樓梯 自由派出了位置 去看它 然後放上去 正方便 有很多人相信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的共同立場 就是認為 去面對房屋用途 我們是要快 那我想問一下 你業權爭議是否一個問題 但是方法和國內 我想問一下 你是否一個問題 它也不可以是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你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是在中地 我明白 我想問一下 你怎樣處理這個業權問題 中地業權問題 我們因為有很多是中地 我們可以選擇性去選 那你怎樣選擇性去收 那你怎樣選擇性去收 那好像 好像環州那些 現在在前方 那裏 你知不知道 其實環州這件事情 它在失敗部中 我現在問到你一次 究竟業權中地的業權問題 是否一個問題 而它怎樣解決 有方和我剛才說 那些事已經失敗了 所以我開始都說 不會再選擇收入 但不可以了 那你收了 你那邊還有很多中地 一千三百公里 你其他都不收 你那些思路是多清晰 有方和我剛才說 有方和我剛才說 一千三百公里 但不是每一個都 有很多的業權 有一些地 例如呢 好 有方和我相信答不出 我們今天所指的業權問題 是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正式和我們處理 但是處理是需要時間 那一個問題 其實最基本 一個爭議的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去處理這件事 需要時間才是問題 今天才是我們的辯論重點 好了 有方和我問你第二題 污染了的土地 和未被污染的土地 究竟哪個是大家吃了 去用作房屋 用途 我方和我們 我們最入圈的看法 這個受益 我心想是污染 還是未污染 是你一個吃的 去起房屋 受污染的土地 和未受污染的土地 都可以吃了八字 為甚麼呢 哇 即是你要整班香港市民 躺在一個有污染的土地 隨時 或是在自己生命的土地上去居住 你這個 我不負責任嗎 有方和我 我們都知道 這個問題 主席的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圖不斷說 發展棕地有甚麼不好 棕地又會帶來甚麼問題 但今天我方並不是說 要製造所有的土地發展方案 只是依靠棕地的發展 提供足夠的土地給香港 眾所周知 丹麟一個土地方案 根本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土地 比需求這麼大的香港 但我方認為 只要一個土地方案 是發展著一塊 值得發展的土地 例如那塊地的業績是大 可以很快提供到土地 對香港的生態環境影響不大 不需要特別去興建很多 配告設施的話 這個土地方案 就應該要做 而今天我方正正見到的就是 只有很少的土地方案 可以符合到以上的條件 但發展棕地 就正正是這堆 這麼小的土地方案 其中之一 棕地的總面積 足足有1300公頃那麼大 可能1300公頃這個數字 有點難明白 但要知道的是 1300公頃的地 就大概等於2100個標準足球場 而面積這麼大的土地 根本不僅可以只有一個用途 可以有兩個 甚至是更加多的用途 這樣就可以同時選擇到 不少的土地問題 因為規劃署所說 棕地的保育價值相對比較低 當時保育價值相對比較低的時候 它就會引起較少的華老團的爭議 那不是正正正 就是適合於爭業 一向爭業比較大的土地發展嗎 再者 有不少的棕地 都是在一些主要公路的旁邊 例如有35公頃的棕地 在千山公路旁 原來今天有不少棕地 都有足夠的交配 可以應付到人口增長的時候 那為何不善用這些 有足夠交通配奴的地 再者 今天一問來 就跟我們說 政府應該要發展一些空置的土地 這樣就可以起到很多的單位 但今天我方見到的就是 有些空置的土地 就是夾站在一些村屋 私人和他們之間 根本不適合發展 今天我方則並不是說發展 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完美方案 但是我方今天見到的是 發展棕地是可以善用到 香港現有的土地方案 而且最重要的是 發展棕地可以很快的住到人 不需要像其他方案一樣 一長時間的背後 而且 我方並不是說只是發展棕地 因為有其他方案 一樣好像棕地這樣善用到 香港現時的土地的話 我方認為一樣應該要優先發展 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單一的土地開發 土地開發方案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謝謝 主席團員的方法再問大家好 首先剛才說 現在他們那裏 很快可以被人家居住 但問題是 我們今天我方看出四個標準 在工程難度成規會 民意和業條四方面 我們都證明到 政府的限制土地是比你中的 是更加大更小的阻力 但我方說 他們回應了 在環保方面 現在是不會有爭議 當然我們今天所提出的政府 其實他們都沒有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不是支持我們的方案 那我看不出正方這裏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 洪水橋、沿嶽北這些地方 他們的配套是足夠的 但問題是這些 已經留在之前的發展在我裡面 其實根本已經不是我們今天面題所說 在土地冷卻裡面 所納入中地的範圍 所以其實那些配套足夠 是並不當於其他中地都為 如果是其他中地的配套足夠的話 請你去出現實際的例子出來 另外一件事 我方今天是看了消費政府的限制用品 因為這個小創工程的狀力是最小的 那首先等我先說一下 現在我們找到的限制用品在哪裏 首先最大的工程是馬灣 出租區有8公斤的 那大家可能想問 八公斤有住在哪裏 我們根據他心臟很鬆脫出的 那裏作為差化 八公斤的停大約可以給到3萬2千人住 而且馬灣已經有客人來光衣大陸圈 還有其他人不是公民 在機店方面是可以配套的 最重要的是另外一方 位於馬郎山的行鋪 就是翠永華這些住宅 再加上是鄰近湖泣山的地鐵宅 是一些很好的交通配套 所以這個是在水電圈方面的供應 或者是一些機場的建設 其實不需要擔心 而另外一方 在鱷沖的東區 河帝瑞路上的附近 已經是有泰國城這些住宅 附近也是交通的車子 雖然地方不大 只是起到冷凍樓 但我放心 在今天香港要這麼渴求 河帝瑞路公益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香港區邦 香港也算是香港市民 所以說來政府的含置 是沒有一個業權主義的問題 工程難度也不大 亦都符合到城規復 它希望可以運好地 去做一些城市化的運動 三方面都比中地一樣 為什麼我們還要聽郵方所說呢 就像我們今天聽到郵方 我沒有一個禁止的地方 我退了一萬個 我退回土地大同學 十八個選項 總共都好 這樣才能夠同學 說服我們 中地的業權問題 比如說 如果業權有很多業權 我們先不收那些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一有困難 你就說我們就不收 那就是很多中地都不收 如果這樣的話 怎樣呢 可以將香港市民的利益 最大化 明明現在政府 還未知放在那裡 已經是沒有用 我們馬上去做 就已經做了 也沒有業權不新的問題 根本已經減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暗通 還是要去控修業權呢 另外 剛才一方和我 就有兩個不同提到 就說 現在中地有很多 但問題是草地大不大 不是一個最大的 一個顧慮 另外就是那個地方 是不適合市民去去處 各方面 他們才是一個最大的顧慮 所以網開網開 解開我們 為什麼人中地在我們 所說的四個團結 中間大陸性 推廢民意 和業權方面 都是給我們的政府 行事 感謝大家的感情 多謝各位 反方一虎的提示 現在一定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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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取廢民意 你去逐個 甚麼 是最好的 我持續發展不單單是環保 而且還是鄉全港的土地規劃問題 而且人們會說 香港的土地問題是因為土地不足 但現在香港土地和房屋政策的立合 跟民意一面講過 香港土地不是工業問題 也是沒有好好的用土地去做規劃 我們的規劃不是為了起屋而起屋的病態 而是仔細地計劃 推動城市未來的整體發展方向 可持續發展更加近年 在城市的主流理念 正如梁振英先生曾經在一個房屋座立會上講過 香港有地帶領著場面全面的場餘 和土地規劃 他說很大程度就是棕地 因為我們跪至鄰近市區的可視俗化 可範之用地 而甚麼就是獻血規劃呢 就是有方口租說 有事故運營現在土地就來棕地 他挖掘新的土地的錯誤觀念 有方同學說 我們已經開發了整個政策的限制地去代替棕地 其實我方都明白 香港人其實很需要土地去解決房的問題 但今天我們現在有一份 適合開發棕地 為何我們不開發棕地 為何我們不妥善使用它呢 同時也是為長期規劃的鋪路 如果我們公共在座 我們今天不是不開發新的土地 而是優先開發了我們的棕地 妥善使用棕地 如果不夠需要 才進一步去開發其他的土地 那我和我剛才公辯說 棕地有些地方受到污染 如果有人在上面建樓 就很麻煩地淨化它 如果不淨化它就會令到很多傷亡 那些 那其實今天 今天其實 我們我方都提到 其實我們在發炒資料棕 我們發現日本的最近發了一張鐵粉 就是把工廠的有效 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 進行無外化的處理 這種製造的工藝非常簡單 又非常方便 只要將鐵和成粉 將淨化完成的原理 都非常之簡單 鐵都是生手 產生化合的反應 即可應對污染土地盡能淨化 因為我隨著鐵粉的涼化 有外合會被水用 涼化等等的分解 這個方法 由製裝到運用都非常之方便 師傅有跟同學 可否解決到你淨化的問題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各位大家好,比賽來到這裏,讓我評論一下對方對我們的理解和他的初詞 首先,我方是認同,不用家庭,但友方根本聽不清楚我方的方案,稍後詳盡解釋 再來,友方的錯處在哪裏?原來友方的犯了很大的錯處 他的藍牆已經變了,他變了港府已經發展,新界中地作,很用途 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優先,我們認同棕地好,不過它耗市,所以我們可以稍後再做 但友方又不跟它耗市,說它很容易做 請友方來講一個可以幾樓的棕地例子,它多大,肯定過得完 所以每些工程技術,業權問題的幾關,尤其是業權方面,一片少許的棕地 可能已經有幾百個業權瓜,你怎麼肯定收到大地? 最重要的是,工程需時多久,何時可以住人,政府 有方一人都無教待過,有方又說中地帶可以有悔徒 但我方就見到有法律規律有悔徒,只能詳盡解釋是哪裏 有方又說我們很短暫考慮長遠,再一次長遠重新 我方和土地負責組,即是政府立人的一致 我們聯合面積不只求要快,但友方今天很清楚我們的立場 假如有方,你真正在考慮長遠發展,應該支持發展高爾夫 和土地這些麻煩,無時大降大的方法 為何要發展同屬現金融的棕地呢? 有方今天會看出這個反方,才可以證明有方 完全不了解棕地發展的長城和反共支持 究竟棕地的阻力有多大呢? 請我們兩香港一一解釋,撇除所有的反方 有方地都是搭漏了,有方一直不肯正面回應 我方對棕地高程難度高,難以收穫被污染的土地質疑 雖然有方就說可以用任務的資料去蒸發 但它要蒸發都要需時間,我們現在就有一塊現成的土地 是不用蒸發,就這樣可以用的,為何不用了呢? 我方有質疑了,它的結局很分散,很難收回土地的使用權 這些做起來都會非常好事,不符合我方的標準 我希望有方可以一日解釋清楚,只會讓我方質疑有方 是否不敢回答,那政府限制用地究竟有甚麼呢? 首先要我澄清一下有方的理解 現在政府限制用地,現在是現有的地區 並不屬於加利的政策,所以我方都是認同 香港不用加利,只需要好好規劃這個論點 好,再說回政府限制用地,它的反對金融部署 安置問題也沒有,城區會最易過關工程難度 浮減入影響的問題,所以最後的最後 我希望有方可以正式網絡提出的四個原因 和解決方案,解釋為何中地和我方的方案 比較之下,它們依然要選擇優先發展 羅馬一日建成入,同樣屋裡也不是一日幾好? 因為我方會絕有得,覺得我的精神順序在香港市民順序 所以我們要求發,要發就要阻力細 但這個明天中地在四個原因也沒有 都不是首選的情況符合 請又方就合,解答我的議員問,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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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次有要發展,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們請先講一下 謝謝 多維一的選擇 除非自治的生態 萬事故的反應 以後 萬事結束時再成人次 有個反應 任何事件 被迫 該名言所說的方向你 無論如何 開啟 收開的文章 沒有話的 請 打招呼 會定 請多分 有幫同學說 要將市民的一處大發 利益最大化是有更大塊的土地才可以起這麼多的樓 但今天又說快避不用大車 只需要移收和快 到底有可不是將市民利益最大化還是方便政府呢 我們首先的市民利益最大化是要解決它迫設定住屋問題 而不是等到十年後一百年後才填到海 我想問哪一件事是最優勢的最一個化妝的化妝 這個電話是甚麼事 相反我想問問你們 為甚麼你們認為土地面積大就必須做呢 你看看中美1300公平 但我們說過有540公平已經是發展緊的 你們這種說話就完全不跟我們今天所讀的主要集中的中美 不如你們解釋一下為甚麼你可以解決這個結局問題先 才有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或者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將說出現在我們現在的發展規範 增加土地面積的一種方法 我們這個房間的優先是優先的選擇 我們現在可以用多種的選擇一齊進行 而那次有方法的說法就是可以用中的一種方法 所以剛才你的立場已經去了 你的立場是各國方法可以並行 而不是支持優先發展的你更好一點 第一 我有求的就是說病行 因為病行才可以方便到優先 並不是指定一個 好像剛剛說的火山國這個例子 決一八方 為甚麼有方法今天只要一個土地方法 去解決香港的決定這麼嚴重的問題 有方法今天你沒取巧 即是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即是說我自己一次次的所有股份 大面論18個小朋友 全部都之前全部都病行 這件優先就是我們有個分次序做到甚麼 如果你這樣搬到房間的 我現在沒有來討論過 另外我想你和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搬到的土地需要淨化 需要時間 我們政府走進去 你不需要 為甚麼不是解決我們那次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 那些土地方法都要實行 我們是實行一些移收的 不用的 我想說回我們業權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我們中地 我們知道是有很多很難收益的 我們很多多數 譬如是有前堂 啊 治療 或是一些很重的建築 我都明白 所以我們不收益 所以我們不收益 有甚麼擔憂呢 不是困難的 你不收益 你不收益 那你全部都不收益 即是不用玩了 現在我們就是需要 例如我們要起立即跟我說 那些很難收益 那我不收益 即是有方法說 你如果想要負益 就不收益 那怎麼辦呢 我想問回你們污染染 我們現在為何不選擇 我們污染這麼小 那有分合就說 要救誰一個低一個 但為何要收益 他又不收呢 我們不收益 我們現在是先做了我們的 因為我們根本不用解決 你口中的健康問題 我們甚麼都不用解決 但你那個就不能解決 為何你不休息 我們不休息 我們休息你那個 所以有可能 其實你由後到尾 都是出去一快字 我相信快是否代表好呢 快的代表好 好 但你那個問題 還要解決不到 你還要做好 你休息你那個方法 我不明白為何 我想問一下 你這個明明有這麼多阻力 我想問一下 例如那些研究方面 你說不解決 是否直接會這樣 好呀 那有方承認了快 或是好 我們現在要收益 這個方法 即是為了長期長而鋪路 而不是單單追求快 好呀 如果不是為了長期而鋪路 那我們是從何方都不知道 我們就可以做到三四六公屋 那我們是否中 這個方法 是多少次復帝的需要呢 我們今天盡量去開密 其他地方 因為現在我們眼前 已經有一塊中地 為何我們不用這塊中地 反而繼續要去前台 要開密其他地方 我們呢 但是有方 你今天說要出頭長短發展 你猜中地可以做個長短發展 就可以證明你說謊 你根本就不是為了長短發展考慮 你只不過是支持你自己的議題 所以才說自己長短發展考慮 是不是 今天我方便不是說 因為中地不可以 就是長短發展 我們不是說中地 中地是幫助我們 為我們的長短發展而鋪路 因為今天中地正正是可以解決到 這個迫似的這個科目問題 其實呢 如果你想中地慢慢出來發展 沒有問題 但是你這個 不要那麼快做主 做我這個先 我這個不需要解決熱權 已經是齊齊了 已經齊齊了 那你做了我這個先 你這個慢慢的推幻 慢慢做也沒有問題 根本你也不充當 那同學 其實這個變題的重點 是優先發展 有方說 剛才說 我們只是用發展的 但是剛才你們又說 其實傳媒體慘虛 為什麼要來添災 其實這次 你現在是想 只是發展這個政府 還是填海 我知道 如果根據你的標準 我們可以發一些傳媒體慘虛 但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現在這個政策又快 又快又好 雖然發展不是最好 但是我們這個又快又好 沒錯 你已經再 一而再再練習 為什麼成績發展不是最好 而我們的方案就是 長期波論 我們可以提供到非常多的單位 我們可以提供到 我們可以提供到 百萬七千的單位 我想問你們 可以提供到多少單位 多少主屋的 多少就業 那些就業 不需要時間 業權問題不用解決了 業權問題不太問題 不用時間了 不如你們正面回答吧 今天我方就並不是說 不是 今天有分學了 就成形了快 但今天又跟我們說 我們要幫我快點 要優先發展 要優先進行運動 但是呢 還要說中地有什麼業權那些 但我可以一再澄清 那些有業權 我方說的快不是最好 是因為基於裁券發展 不是最好 但你方都會說 現在需求這麼迫切 當然是快 但是最好 要盡快解決這個 豆豉供應的問題 才是重中之重 現在有分學 另外 有分學今天根本是兩頭 對外 他既然做了最快 就做了長遠快點 我覺得根本是自身盲 現在上市場環境 相當出了一分鐘的 避免時間 在這裡 另外一邊 又是在這裡 現在是說 做了一遍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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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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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快就应该是最优先去考虑 而其次就是土地工业并不是扣为单独的土地工业 而没错,我们也是认同的 我们认为土地工业一样者 不是直接以一个决策、一个建议 就可以解决得到在相当方面的策略 但是他的重点是优先发展 今天有康同学一直秘义不谈优先这两个字 首先我们先看床面提先 优先发展即是指向逼切正面发展 但是今天有康同学一直在跟我们说什么 长远发展 长远发展才可以带回一个最优效的规划 但我们现在看现况 现况就是有30多万的公屋等了有限 难道当业人在镇多6年、7年、10年之后 我们才可以被他建议吗? 相反,我们的政府限制土地 就是已经有一批现实的树地可以被他建议 立即作出他的规划,立即被他建议 让一班的香港市民可以受惠 可以立即上楼、住楼一个安心的家 其次有康同学他不懂得比较 简单的理由 其实他们是懂得如何去解释 正在这个方向我们的限制土地 又不好又没有长远规划 中地就非常之好 但无论在任何角度来衡量 我们都认为即使我们的方向 就算是多不完善也好 中地也都不会是一个最优先的选择 我们先看业权,业权有个字 整个比赛有可能我都不肯正式去面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业权问题就是分散 而中地最大的真异点就是要回收这班业权 我们可以看看过往的历史 持居可夹,还真发展,新界分发展 一开始都说好地地 但在到最后的关键要去落实的时候 就开始爆起内望 爆起黑暗就说工商勾结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中地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业权问题 如何重新去守折团面对 其实我们不断提出这个城坏会 城坏会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建楼的时候 就是要看周围周中环境 究竟可不可以配合到那时候的基建 令到那个地方不单止是只建了层楼 还可以代表这么多个香港市民 在那里起居饮食 生活园住在那里融入唯一的社区 但今天入口头我完全不肯证 究竟有什么基建在这个棕地里面已经现有了 为什么不可以说? 因为他们不知道 最后我们讲到工程的难以 其实起地呢 它不是直接说我想起地就会起到的 我们需要行动多方面的角度 例如我们今天所讲的棕地其实是有污染的 而且那些污染是包括重金属 重金属有些有贵的化学物 但是他们有没有跟我提出一个很新的 非常之意向天开的一个应对方法呢 就是刷一些日本去生产的贴品 我呢就非常之有问题 就是究竟这些贴品要刷多少呢? 你要刷到什么时候?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将会变成起楼呢? 所以呢其实我们政府全场 今天有方同学很多问题 都是未去解决 也都未行正面地回答 因为有方同学可以解释 最后呢 希望有方同学可以将身比较 为一种香港市民 其中最大的利益 为他们自身处于这样穿上 就是可以快点丢一层方具的博物 谢谢 减少多钱的费资为4万 都超过3、2、4、4、2、2、1 现在是公正最初的费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請問請問請問 為大家好 其實 樓方和樓方都是達成一支 要知道中地還是要取得起房屋做的用途 但樓方和樓方的問題不可以去做一個復衣件 首先 我想說樓方的內容是火山角 我當時提出了想說的是 我們在香港要發展這個 要有一個土地公的工人 不可以單單一種的方法 因為單單的方法當時不合理 甚至也不足夠 我想問樓方的方法 其實是否真的要用多一個方法 這樣可以更加幫助到香港的工作 首先 樓方和樓方說樓方的中地 面對很多問題 樓方的方法是變快的 其實樓方也不明白 但樓方才知道的是 樓方的中地也有不同的地方 樓方有1,300公堂的地方 樓方有一個難收 一部份已經是比較容易收的 但樓方和樓方借著一個的例子 就以為樓方有一個難收 樓方有一個難收 樓方有一個難收 樓方和樓方說要處理中地 樓方要剩下中地 樓方要用很多的步驟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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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間有漢下側陣的樓春 如果填在公aría沒有任何的地下 包括佬地下的沿路水 全家實地都會準備成功 其實就是這一項技術 在中法隆地方 已經用到在上衡的地上 也有好好的辦事前景 所以今天樓方都不清楚 並不清楚精慢的步驟 終於復興 楊卓國 其實老方也明白 世界各國地都有出現土地土地的問題 住屋 經驗 商業等等方面 其實這裏是不需要地的 香港在一個地小人居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些土地民族的原因 只要守時每個赤坡的土地 作為政府 為了很多土地追求 有很多市民 為了保護的船車 其實當然是增加很多人的土地 但做一個負責的政府 做一些不單純的地方 幫助市民 就在做這些負責的利益 也要將目光鑽得更遠 而是一個長期的規劃和藍兜 便要成為下次的募迫資源 就要看顏色市場面的募迫 也要做規劃和藍兜 這裏是有關我講了很多有關棕地的好處 例如發展棕地 給發展棕地 有些地方或者是會定 有關的方案比較快 和它的大聲音更好性化發展 而其他重要的是 香港的文化 而終地不足夠的國 大家都是終地的好處 我們應該看的 終地已經不太簡單 另一方是香港 所有的土地資源 所有的土地需求 準備給予香港土地維護的更多方法 最重要的位置 其實香港的每個單位 甚至很不大 發展到距離前身的樓梯 這幾年後 已經立在樓梯前身的樓梯 其實已經建立了一個單位 和整個斜位 不準的情況 其實剛剛就沒有人想看到 我相信政府也想解決這個問題 而我當然不希望可以看到 面對住土地這個增加土地供應方法 或在應有土地增加土地供應方法的時空 問題政府 不論是議員 不論是民間圖體 其實想要考慮的 不能在這塊地位 也看到這個單位被市民主 正如這樣就意味著社會主流意識 都應托 如果有地 就要先介入市民的主要的問題 其實沒有方便 他們說 他們不需要來基建商業活動的領域 不需要來照顧 其實一個城市健康的發展不多的化 但是依據著指民 一個安樂坡都沒有 跟一個虛順的設斷地的時候 甚至應該給我們的樓梯法院之內 在收徵武器的時候 他們才沒有這些土地 令到他家庭也沒有恐怖 其實現在一個虛順都沒有的時候 他們還有一些東西 能夠成功 或者是靈活活動的 你試想要變形成了 請問我一句話 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是在香港的 香港的大學 我們是女子的議員 很期待 首先要感謝感謝這次的評論 亦都很欣賞雙方的評論 在這場評論中 我感覺到大家都很懷疑 一二齊就有了不少的資料 或者不少的講法 我覺得是不單只是資料 只是講法 我會稍後再走這件事 我覺得雙方今天 我會分幾部份去處理環境 我最要先講主線上面的資格 先講正方 我覺得正方今天主線的背景和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正面 亦都是和我思考自己 因為我身為大陸的正方 其實和我說的主線相當的質感 我覺得開出來的感覺都挺好的 由房屋問題大腿 然後再去討論到不同的土地主要 而又集中去中地 簡單來說 兩個論點 或者整個主線核心 是想講幾多種 所以第一個論點你才會引用的 例如你常常講完我 講到幾個 幾間的部分 其實我都是用這個套路去講 就是我中地由這個基地比較好 這個數目都少 我欣賞正處出來 本身的感覺就是 中地雖然是一個很正的村 但是現在都近了一些市區 近了一些建篪 大家都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第二個論點其實最想講的就是 是我們應該要盡用市區現時用的那些地 因為那些地現在要發展一些 和周圍人們很符合的地方 即是你們的符合圍上 所以正常整個概念都想告訴大家 我認為我面對主要的問題 中地是一個它有好選擇 因為它又不經驗好 又有好大派的 那又可以使用到 不是 一個有整個立論 但是我覺得這個立論 在應對著今天反方的主線 或者是主線的策略上 我都是做得微透足夠 為什麼呢 我先講反方的主線 我覺得今天反方的主線 是相當聰明的 原因就是因為你是能夠把握 自己作為反方的最大的勾搭 因為很明顯這條辯題 你中心處的那個特色 就是那個優先的體驗 就是究什麼叫做優先 什麼叫做優先 所以你很難玩得到這個概念 你可能會把這個概念放出來 告訴大家 所以你要改得出正確 你不能做一個中地 我不是說中地不好 但你中地夠不夠某些東西 我先講反方 我聽過你的見面 這個意識很強 尤其是你的見面 所以講個美大集合 單止是不會比較 不會解釋一點 其實你們現在 我覺得你們四個演示 是你這條辯題 就是要比較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欣賞 因為這就是你之前的平衡 我今天不是說 你喜歡很恐怖 但你不喜歡 這條辯題才能解釋 為什麼你比我其他選項 會更加好 我覺得這個反方 是成功地使用評判腦 給評判腦 你四個都真的有這個優先 我覺得是很好的 另外就是 跳回我們融主線去看 其實你跟正方 真是很深 一開始都是看一些人 過了一開始的見面 都很遲 但是之後開出來的分別 就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去講 開始講 另外一個想反方主線的設計 就是四個難關 因為我覺得 一般的辯論比賽 就是大家都習慣 幾個問題 就是反對你有六個問題 但其實辯論題 一定是這樣去開放出來 尤其是討論那些辯論 可能這一點是 尤其是在推薦你這些聯儲主線 你要給他們一個科目 你要做一個比較 用你這一種分架 可能前資更加好 你從民意 從那個成規會 以及從他的建築 那些方面 慢慢一個一個關 和那些權力 四關 慢慢去講 我覺得是有三個難 打出來就是 一共四個難關 然後如果他關了很多 找一些科目 給他給他 然後你們幾多個 你看看 為什麼你要補過這些科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可以主要欣賞 十五方主念的設計 就是 現在這個地理理想法 不是很誇張 亦都是一個同身的特殊 就是 即便論不一定是兩點 但是 它合理主線的測試 可以有其他科目的方式 如果今天十五方 是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再演變下去 去到市面的交通 政方方式還會突出 你的主線設計上 一些未考慮周到 你見過它發生什麼事 就是由於 是正如我們說的 不是太不居安施 你覺得 你覺得 太不居安施 你太不安全 所以我剛才很積極 我喜歡 一大太地有很大地 和你反對 但是他反對 可能他會玩某些概念 例如他可能跟你說 大人優先 你會說 你不想去幫我補過 所以他會一副 他會陪問的環節 你會開始緊張 開始欺騰 對面開始跟你說 跟業權關係 跟業權關係 要怎麼做 這些情況下 我會覺得 正方是 在兩個場面上 留得夠充足 第一 是你自己主線的延伸 你有屋子 不夠充足 第二 就是跟其他方法 你比較不夠充足 什麼意思呢 先說第一 你主線的延伸 不錯 你講得很好聽 你中地可以建立一個屋 或者它本身經驗配布層權 但是問題就在於 千算萬算似乎你算漏了 你講得到在本屋之前的幾年 它有些的前設 你要能夠理解到 例如反方和你那些 所以我覺得 正方為何要在自己的延伸 做得不足夠 正常你都應該在準備過程中 你都猜到 反方會問你 那整千個業權怎麼搞 這個情況下 正方會想想 如何去嘗試 問正方的業權 其實是收得到 但是我感覺上 一個可惜的地方 就是正方好像 在正方的府 已經採取了一個 你不要逼我 我收報純就可以了 我不是收全部 所以不感覺是一種很脆的感覺 但這種講法 我覺得不是不能說 但是要想一想 那個講法 是否可以再不同 那些 那些更加強勢的講法 首先帶來 所以 什麼強 什麼講法 或者什麼資料 例如我作為正方 我準備要證明正方 我都看過一些資料 例如是過往的 即是因為 你正方說出來 那些一千三百公斤 好像大便那些 是未收的棕地 但是過往 有些政府收出的棕地 的項目 其實它都有 安置 或者是塑利的業權 那它究竟是 如果塑利 用了多少年 用了什麼 時間 程序 其實似乎是 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 如果面對著 最重要的是 是業權的問題 很複雜 會否正方的說法 可以是想一想 譬如在正職的正面 怎樣做 關於業權 當然你不需要擔心 還是真的講到 因為 譬如參拜奧府 太多一個 都是收中地 但不是說收到的 屯門五十線區 收中地 屯門這個 就是最後收到的點 最後收到 加起來 加起來 只是二幾年 這個是真實資料 那會否這樣可以 去塑利這個案 原來它都是處理 三百個業權 當中天使之間 不配上 都是一年幾兩年 其實我跟同學 發言真的這麼重要 這樣就可以配合到 你所說的 因為你去後面也嘗試說 不是發言真的很重要 但你前面就少了一些 的延伸部分 去幫你講這件事 其實業權不是真的 那麼複雜 也不是收那麼久 這個正方要想一想 業權是其中一個 的體驗 相對而言 我覺得證實 反正挑戰很多 有很多民意 甚至是承規會過 其實這些都是 政方應該準備中地 嘗試一下的問題 如果對方真的和你講 那民意過後怎麼辦 承規過後怎麼辦 應該你也要商量地 在你的準備中 裡面有些說法 去嘗試正面地 積極地回應它 真的有難 你不要這麼心急 但是你不是收出一種 你不要逼我 我又是收了全部 就是收少許 收少許是這麼難 那人就會踩上你身後 我可以去 那他就開車問你 原來這樣就會出現了 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如果你是 採取一個手勢 你不要逼我 那這樣的情況 反一反而就會 就開始問你 收回答你 那你少許 你遇到問題 就收少許 搞不定我 反正我最忌急的一句 就是你遇到問題 就縮沙 其實你最小心無限多 這就是你一開始採取 防守策略會出現的問題 反方就好像踩上你身後 就是 原來你遇到那份難 就會縮的 那最終你的成功 就會變成很結實 或者會變成 對你的主權 一個很大的事項 這個是我想說 對政方主權的第一個 你要想一下 延伸部分 怎麼做得好 另一個部分 就是從其他方案的比較 這個呢 我會覺得政方 都是要硬的 因為作為一條變體 就是要優先作為一個房屋用途 就是發展棕地 但問題就會來了 反方有上去挑戰 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答案 你的說法是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因為棕地一個地方 是不能夠滿足所有人 來居住的需要 但我是認同這個說法 對的 我都不覺得棕地不平 但問題在於 如果一開始你是說優先 然後別人跟你說其他方案 你一起做 我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優先 很多龍頭很大的 那現在就一起做 那時候你會覺得 你有優先 就像壞蛋一樣 那到底會優先 反方都會嘗試 反而在評判 就會想 所有的一起做 那就是同一個 那現在是哪裏 所以反方對評判 會開始想一些問題 作為政方 我覺得你 這個東西 我看政方的時候 我也有他講的 但我就未見 前場甚至多 我覺得後場 尤其是結婚 那他們也會說 所以反方要求 輸入這兩個仿位 並不是只有靠中地 我今天 我政方所說的 是折中地先 而你講的其他方案後 你就可以說 雖然 枯的問題 不能夠靠單一方案 而完整 但作為你要守住 你的中地優先 的前場 你要考慮一些方法 當你跟我說反方案的時候 你難以都可以 做出一些比較 比如你跟你說 它有很多反方案 什麼 海報商用地 也有說 原來政府的限制官地 他們也說了 在這裏 哪裏 哪裏 不好意思 我都頗欣賞飯坊 因為土地正義和文家宿地坊 是說 限制官地 可能是暖租 用地址 因為我之前不是打來 打一切比貨幣 我都按過他的地坊 然後好像也找過 你某些Ryens 說的 即是馬歪的法 很大塊的法人設成 他的法人設成的用地 我沒有選到那個法人 我覺得馬歪有點嬌 但第一 我都欣賞飯坊 有很常識地說 都可以打聽 官邸裡面可能暖租用地 有些什麽的定義 真的可以用來發揮 所以對著飯坊的這些 飯坊 我覺得政府要這樣想 那你究竟可以怎麽去證明 還是你做國法 無論它是什麽飯坊 我們一起做吧 不要爭啦 不用拉拉 那就會變成好像覺得政府弱勢 所以我的建議是 例如面對著飯坊的這些 這裏是其中一個飯坊的弱點 正方便可以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那你講完 即是你主面的私取散法 有三次的方案 要給你打 他又是一個不正的地方 我會說 正方不是一些很實力 如果跟他不正 除了剛才我講的官地之外 他公私形法制動地 有方何理會 公私形法制動地不做得 他一句說了 好像想過一個方案 但正方便可以開始 在策略上 在主線上可以想到一個問題 到底飯坊 是覺得哪個方案 就是怎樣的 還是沒有 他純粹只是好 那你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他毫不自責任 有四個的方案 又不說他怎樣做 他純粹讓他轉 說個名字出來 那就叫自己論證作 那這個時候正方便開始 要做一個Chinese反擊 要麼你就說 全方的論證責任 就少得不夠多 頂回一些論證責任 到手 你剛才說的 新界公私形法制動地 那你可能說 我看 動地應該要發展 從發展商 一塊可以發展 你經常說大片大片的攻擊 你沒那麼大片大片 即是變片 你說 你經常問我 你經常問我 我哪裏有這個宗帝 我問你 我問你哪片 那你是可以多一些在陪伴 或者是在附近 進行這些攻擊 否則他會變成反方 好像沒有任何代價 沒有反方出來 然後就好像在附近 那樣 就是攻擊我 大片大片 但其實他有很實的意義 這是其中一個反擊的方法 另一個方法 就真的落地去拆掉 這些反方法 甚麼意思呢 譬如你 這個就是牽涉到主線的設計 因為我講主線 就是太過安全 或者想法太過順暢 所以一幅是太好的 但你可以多說一些 你本身的主線設計 應該設定到 我對比其他方法 我棕地是最強的 所以就要優勢 例如 譬如說他講的有些龍地 那些龍地 連水電門都沒有基建 那你不然是棕地第一 那如果你的負面出來 其中一個方法是講納龍的 那你講基地 你講納龍地 你講納龍地 然後再契合你自己 用那些例子講清楚 那雖然龍地沒有水電門 那種地有水電門 我就贏到你的龍地 好了 那你一個反方案已經不要再說了 那如果你有這種策略 去拆反方案的反方案 他似乎就沒有辦法 可以用這種策略去對付你 那當然我們要求政府在主線上 要再設計的精密一點 還有你資料再設計的多一點 就算你限制官地 也不一定是無法說的 因為譬如說 棕地 其中一個東西 你們看中所說的 地盡其用 但是地盡其用的概念很壞 因為你說的就是 它本身是用來做一些不貼條的法治 但是起碼那些官地 它說出來的那些地 它真的租給某些 東華三縣 或者其他的慈善團體 進行在這裏動 所以如果用地盡團的概念 來講 如果要分法 考慮成分優先 你說出來的那些官地 可能都還有其他康浪 或者其他的慈善團體租來動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價錢 在那裏 但是相比我這些棕地 你真是不違反了 殺了一切 還要違反了土地的 為什麼不優先方 所以我覺得你在主線設計上 你可以遇到反方 它既然有機會講很多反方案 你就想一下這個主線 可以再講多一步 可以跟其他方文比較 然後在那裏再找多些資料 預備定幾個反方案 你明知道它會講的 要是那些高爾夫球場 要是再講一些 是不當前來的 平均的責任 因為太遠的責任 高爾夫球場 他講的那些官地 還有那些失格問題 如果你今天可以進層 準備得好一點 我會覺得反方便不會 在那裏正站上 即是一瞬間 我認為其他部會 還有現在的評語 我暫時講過 這個主線上的評論 你們的考訊 也會有些 不過我評論其他部份 也會補充 但今天都在旅中 即是賽季開始 即是賽季 雙中學學校 經過今天的 冰杯抽籤 之後的比賽 都會在來年的賽季 獲得一個漂亮 成績 大家的見解都可以進入 這個就是今天 評論 明朗 所以在那裏 都覺得怎麼樣 還有更多 最大的 可以想更多 那些設計劃的音響 一開始的時候聽到那些方法 真的有講到 為何必須要在土地大便 用這個思維去思考呢 我就以為你們會 跳出土地大便用這個思維去思考 但最後那個招出的方法 就是提供了一個 並非十項目的考慮方案 其實我都說 你沒有表出這個思考的 所以要想一些 究竟其實還有些甚麼 那些東西真的可以放在思維的空間 去找到這裏面的設計 我分享一下這些實體法和經驗 其實條片是因為很長的 而在那個預料的一般 也有很多解釋的方式 例如有些進入的方法 例如是學新界棕地 應該用來做甚麼 應該用來起國火 應該用來起娛樂設施 或是甚麼 其實政方可以這樣做 不一定是可能 如果我們要過的話 就用這塊地 而是如果我們要用中地 應該用來做甚麼 這樣住客是變成了 其中一種思維的方法 第二件事就是 我可以不是發指哪一道 可以是優先去做些甚麼 譬如我們在現有已經的 房屋的分配率裡面做得更好 譬如改善我的公共的民口制度 或者現在政府自己想到很多奇怪的方案 政府自己帶來做劏房 自己帶來做share banks 這些都可以的 不一定是發展天派地 你們今天可以發展一些大便 又想去補充一些新的土地 但其實可以是以有的 祝福再去做分配 都是一種支援分配的方式 都可以提高到公益 都可以救到天團在這裏租席 都可以避到山中 不是天團 而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我覺得其實可以拉闊那個 討論的空間 去想清楚一些其中 甚麼討論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呢 譬如下次又要同一個面對 那你可能跟那個處理的討論 究竟能夠吸收了多少 坦白說這個 好地大便的意圖 一定會繼續持續下去 在香港還是可以繼續玩多一百個周年 但是究竟他有沒有辦法去扮破到那個 這個這樣的陷阱呢 就真的很需要 我經常都覺得靈感 用土地大便的東西其實不太好 因為就真的變得很對流 我們就是選擇哪一塊 哪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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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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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但其實可能去到最後見論之外 我們作為香港人 可能真的需要去想一下 是否真的由誰去優先發展 這個東西 因為過去政府優先發展 優先發展那些東西都不太好 譬如八萬五 那就是優先發展 大略地提供這個東西 去到最後一定是存在 二人的失敗 所以其實都挺慘的 優先發展數碼都不一樣 那現在用來做甚麼呢 即經營了十幾年之後 就是用來被人玩熱鏡 但那些人是浪費十幾年 所以才不去玩熱鏡 他說六元已經達到四個種了 那即究竟政府優先發展的觀念 其實是可以 依然你們用來今天的策略 今天去處理 其實都可以跟剛才的評估說 你應該是再用多些不同的例子去做 政府過去優先發展的東西都是這樣做的 因為優先其實就是做了取捨 你一做了取捨 你就要將大量或者最主要的人力資源和時間資源 分配在那裏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分配在那裏 你就會有別的地方有決實 其實反方都要擋多些決實 做些問題 而今天當然也足夠的 就是反方很多人們 為了反方優勢 總共開條件 每個團結都一樣給你好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樣做的更好 因為今天反方給我整體感覺就是 開得很靚 但多久其實就只是說嚴重 民意、工程等規劃 其實都甚少跟對方好 因為你見過 可能規劃對方也不太講得清楚 工程甚至大家都不太清楚 所以就變成缺少了一個 但我覺得有點和實 浪費了一個這麼美的團結 你可以說如果工程哪個就最快 如果規劃哪個就最正 如果民意的 那更多有差的更多 或者如果你四個 每一個都要給他一個好的 他就更難請 但當然作為一個複雜的面論員 還有一個複雜的政策 你選擇了一個 去和他請完四個都可以 而我覺得做這個 是非常成功 反過來 正方 其實過容上 剛才平均真的說了很多 再要他多說一些 就是那些技巧上面 因為其實有部分的面對 其實也不是完全很正常反應 不過感覺上你大部分的時間 都不是一種複雜的感覺 一來就是透過你的眼神 甚至最終可以說到 給民意的問題 當然高級國寶的技能就是 忽異了運動 那你放著民意的動作 好像不是動作 但這個需要留苦工 這個需要下苦工 原來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要出來做一場表演 你要令民意的評判 相信你的職場反應 那你就是要自大表演 你可以選擇空手臂 你可以選擇 配了運動之後 假裝不是動作 亦都可以真的選擇 去勇氣和可憐 他真的跳出那一步 去放下你自己本身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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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即場顧別人的這些字眼 去即場運用你的主線 去做一些臨時的表演 其實這件事就是不斷地去進步 那我覺得這件事 這個聯賽是美術空間 在那裡做過 你贏得輸你都打那麼多場 如果你對手不比賽 那所以就 因為我的場合對手比賽 這樣而已 那他都不想的 那就是我好珍惜些比賽的機會 亦都在思考面前的愛情機嫌 有這麼多的時間 去準備兩次的聯賽 做了整個月告訴大家 那其實就是思考面前 可以批評一些 亦都可以找多些 他們的資料 這樣做呢 就不會浪費這個聯賽的機會 那我的問題都如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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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賽果為定比三個年紀錄 反光明天